多謝大家 是不是我已經說了 第一屆,41年前 你想說我年紀而已 41年前我拿了《最佳男子國》 站在這個台上 我發夢都想不到41年之後 可以拿一個不是喜劇的獎 我發夢都沒有想過做一套片 不是喜劇的 我打算自己的目標是 希望引到人們笑快樂 我不敢或沒有興趣去做 有些很嚴肅的 這次是第一次 所以是特別開心 忽然間好像一個新人的感覺 尤其是疫情之後 省一眼 對我對生命的看法都不同了 我覺得生命是苦短 真的很短 你不要以為很長 分分鐘的明天就可以 都不存在 所以有機會的話 就應該珍惜自己的生命 盡量夠膽一點 像我老婆說的 初中我沒有信心的時候 好不好試試 不是喜劇 他說 雖然空都 不應該只會打關斗 試試其他東西也可以 我真的試試 不打關斗也可以 想不到有這樣的奇蹟 就是說 其實 每一行都是 我想 你只要夠膽去嘗試 所以新東西 是甚麼奇蹟都可以發生的 就是 這是我最大的鼓勵 你還有甚麼新東西想嘗試 我還有一個心願 就是 我這麼多年都沒有自編自演 一套 我自己認為是 心動的喜劇 我預計 或者今年 一、兩次 都要拍一部喜劇 這部喜劇 我仍然都希望引到全世界笑 最重要是開心 笑 是很難做的 所以我永遠都面對這個挑戰 新的喜劇模式 亦都是我希望 大膽地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都是喜劇來的 現在我就是 將來你看到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模式是甚麼 當然沒有人做過 所以我現在說不到 亦都是想這麼下的原因 尤其是現在拍戲劇 是難很多的 因為 大家觀眾聰明了 聰明了很多 看了很多東西 你怎樣 你引他笑 真的難很多 所以 下一代的 《Next Generation》的喜劇 是應該另一種東西 我看看是甚麼來的 到時 如果你 有條新片出來 你看到你還笑的話 那就是新的東西 會不會和阿San合作呢 我想和阿San合作 他似乎 演唱會都跳得 好像猴子一樣 幾十歲都那麼厲害 可以跳 但似乎他對電影就興趣不大 他喜歡唱歌 那我試試找他 找一個客串玩玩 多謝大家 Thank you 恭喜許傀文先生